根据Gasbody汽油价格网站的资料 加州本周的油价再度突破新高 接近每加轮5美元 美国能源资讯部指出 加州的每位驾驶可能要多付16美元 才能把每个油箱加满 对此Gasbody石油分析师表示 造成加州油价创下近10年新高的原因 是石油供需不平衡的情形 他表示去年石油公司经售的数十亿美元收益损失 引发了石油产品和价格的供应和需求 出现极不平衡的现象 在州长柳森于上个月全面解封后 从今年初到现在 加州的油价已经上升超过1美元 但但洛杉矶线的油价 在过去20天内就增长了8.4美分 今年7月1日 通过2017年的道路维修法案 加州的汽油税也增加了0.6美分 这项法案计划把每加轮的汽油税 调高51美分来支付道路建设的费用 但如果你看到最后5年 加州的汽油税在加州 已经增加了20元一瓶 结果的汽油税增加了 所以这年度的改变 他还提到总统拜登此前叫停了 Keystone XL管道项目 誓言要在2030年前停用化石燃料 减低温室气体排放 种种的气候变迁政策 也在促使油价飙涨 截至目前加州的油价 以1.2美元的差距领先全美 估计8月初将回归平稳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